我们今天相信在此,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,让我们中国实际在场规划,另做世界,中国梦,世界同,谢谢。 地产大奖的颁奖现场采访了评委邢同贺先生。 那么这样的云界主要是地产界的,当时地产界只有这一个奖。 那么这么多的地产大佬们,这么多地产的员工们,他们都辛辛苦苦做了,就是他们没有凭实际上面的奖。 那么大家公认的,社会认的,都是你实际最后的效果,以及进来以后住的效果,或者用的效果。 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方面,为此而做一个奖。一个是鼓励,一个是推动。 还有一个呢,在房地产之间,也能够互相的既竞争,又互相学习双云。 这个意义还是非常的深远的。 那我们知道,您刚刚也提到了,这是它的第四届了。 请问这一届,您感觉和之前的那几届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? 这一届,我是比较感动的是,水准都普遍都提高,几乎有几个奖的水准差不多了多少。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,就是大家都现在都是做匠心做精品。 这个趋势比较明显,从实际匠心到施工匠心。 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讲,这个评奖的评委会们都感到今年很脱一啊。 还有一个呢,参赛的数量跟质量。 因为有的过去不一定来,有的不知道,现在都知道要来,甚至于现在国外的也进来了。 他就在国外照着讲,拿着他再到这里来参与这个竞赛。 这样呢,就把我们这个评奖,这个大赛呢,更加的提高了要求,提高了我们的这个影响力。 所以今年更有不同,像今年我们拿到了有一共是六百多个项目。 有许多都是国内的著名房地产,这项目都有,几乎都覆盖了很多大的房地产公司的。 另外一个,我们还有海外的,香港的,澳门的,美国的,德国的等等,他们都送来。 所以这个呢,是比较感动的。 但是我觉得关贵根到底有一条,我们是公正公平的评论。 这样呢,就是从我们,从真正的这个水准水平,以及他销售,他最后获得口碑,住进去的人,或者用的人,人民群众对他的评价,一道我们来考虑的。 我自己觉得就是,人们的生活在提高,人们这个生活质量在提高,相对要求房地产的质量要提高,房地产设计的质量更要提高。 你这个不适应,有差距,那你怎么把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提高呢? 像现在,这次我们的文旅,送来好多新的,有水准的作品。 为什么?我们中国的理由发展得非常快。 旅游酒店,旅游度假村,旅游的预测文化,都在发展。 那当然,他这个项目多,地产开发多,项目多。 项目里面的水准,就是有,可以比较,可以选择。 他们都来参赛了。 那么您个人认为,接下去地产设计大奖,需要发展成什么样呢? 比如说明年。 我们还是希望地产大家坚持一点,水平是这样,而且我们地月性要放大。 我们欢迎来自国内外的,就是房地产开发的一些新的项目。 特别是有些项目是对于引领性的。 比如说现在来讲,这次增加了一些乡村小镇,城市小镇,是吧? 有些是乐园,文化乐园等等。 我们希望项目上,这个趋势更大一点,更多样化一点。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杜高四倍电视的有关内容, 请务必关注我们的官网,3w.dukascopy.tv 或直接下载我们的app,杜高四倍电视。 好,感谢收看杜高四倍电视。 我是王一颖,我们下期再见。